沟通不良 结果引发了纠纷 在高雄有一名王姓男子 订外送改了三次地址 让苏姓外送员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没有想到因此引发了对方不满 标骂不雅自言 就算最后外送员不送了 男子还是不断地打电话骚扰 双方最后约在警察局 要碰面讲个清楚 但是见到面 男子就气不过 上前动手打人 结果最后被移送法办 男子和一对情侣 对于在马路旁相互叫嚣 火药味十足 岂不过还大打出手 仔细看地点 竟然势在派出所前 洞口变成动手 原警也傻眼赶紧上前拦阻 只是他们可是从通电话 演变到正面冲突 你什么台读 你就只开始就 有什么话诞你 你是要骚扰整个月 警察叫我来吗 你当作你不敢来而已 你不敢看你警察就拍了 原来24号凌晨 这名苏星外送员 要帮王姓男子送餐 对方却改了三次地址 让外送员忍不住抱怨 没想到引发对方不满 就是一针怒骂 这下外送员不送了 但男子还是打了十多通电话 要争论 双方约在警局门口 要讲个清楚 不过一打照面 男子就忍不住动了手 有点害怕我就决定去备案 会到这里 一个拳头打过来 对方又没受伤 可能我一会就打开 一会就打开 一会就打开了 之后男子被伤口询问 可他没再怕继续叫嚣 他爸爸也来到现场 竟语出惊人 认为不是重伤没什么 双方瞧不拢 最终外送员 眼上提告 根据侧面了解 这对父子中爸爸曾是 岗山区的里长 儿子的经营工程行 在地颇有名气 却妙视工权力 动手动脚处理事情 如今宵夜没吃到 反倒吃上官司 接同爱运 高雄差不多